舊衣服,还有说他们的毛毯需要这些,还有可能需要吃的东西,他们政府的这些机械不多,所以他说要可能政府清扫全部,可能要很长的时间。 出两台那个山猫,还有两台的那个大卡车,把这些泥泥运出去,可以以供待证,他们小区的人,自己帮他们小区的。 好,想尽办法租用工具,今天一早,菲律宾成立志工走入巴达宴勘灾,立刻把勘灾讯息传回台湾,让大家了解。 目前决议用以供待证的方式,自己人帮助自己人,打扫家园尽快恢复市容。 而灾民因为淹水部分导致失去生活物资等等,志工也进行评估,希望等到交通顺畅之后,赶紧把生活物资送到当地以解灾民之困。